刚落幕不久的浪姐三武功 堪称是本季质量最高的一次公演 不仅前两轮团战火药味十足 而且三位队长的solo战 难分伯仲 但同时武功引起的争议似乎也是最大的 比如唐诗意虽然失误了 但是有马炒面拿到了第一 比如郑秀妍组的唱跳舞台 Sandy Norita 姐姐绝美 舞台绝美 舞蹈绝美 但最终还是不敌编曲被吐槽的 谭威威组的真的爱你 比如王心灵在队长solo战中 选择了三首串烧金曲 被质疑卖情怀 胜之不武 质量不如贡献了唱跳标杆的郑秀妍 以及拿出了神级唱乐舞台的谭威维 关于武功投票的质疑声 无外乎在于人气两个字 不少观众认为 该节目已经彻底成了一个人气比拼游戏 但其实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 因为浪姐这档节目 从第一季开始 人气就是主导因素 没有所谓的沦落一说 所以说 对于浪姐三中的人气和实力不符的情况 观众可以愤愤不平 但应该有心理准备 毕竟这不是一档新节目 而是一个成熟系列节目的第三季 武功是浪姐三 成团夜前最后一次有淘汰赛制的公演 其成绩 对于最终能否成团 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 部分上头的观众愤闷不平 能够理解 但其实 相较于被称为YYDS的浪姐一 浪姐三成团夜的安排 起码在两方面是更友好的 其一是成团味的绝出方式 前两季的成团夜还有网络投票 追过节目的观众应该都记忆犹新 那才真是人气为王 而本集浪姐三大概率和去年的P哥一样 现场观众投出的个人喜爱值是主要因素 其二是成团味的数量 增至了十个 比前两季多出了三个 这意味着有更多姐姐能够享受成团的利好 比如网传已经确定的一大一小两档团宗 当然了浪姐三既然给出了更友好的赛制 那么这也意味着成团夜有了更多悬念 比如以下三点 首先C位很难猜 对于团选综艺来说 C位永远是节目的最大悬念 而在本集浪姐三中 尽管从人气角度考虑 王欣灵 谭薇薇和郑秀妍这三大人气王 都有竞争C位的资格 但其实郑秀妍基本是提前出局的 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是郑秀妍在武功的三轮比赛中全部失利 其二是浪姐三是国产综艺 而郑秀妍是外籍艺人 她还没有Janny J在歌手2018中的绝对统治力 所以说浪姐三C位的种子选手 大概率是王欣灵和谭薇薇这两个人 但至于最终谁能笑到最后 目前真的不好猜 王欣灵人气更高 路人盘更大 代表素更多 唱跳更全面 但谭薇薇的vocal实力堪称国家队级别 气场更强大 同时也算是芒果自家一人 值得庆幸的是 王欣灵和谭薇薇曾在二宫合作过山海 两人的关系并非剑拔弩张 清醒的观众对于他俩 无论谁拿下C位都喜闻乐见 毕竟他俩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顶峰相见 其次 王欣灵组有望创造记录 在三宫的自由组队环节 王欣灵和蔡卓妍 以及钟心童一拍集合 兼具人气和情怀 随后争取到了同样人气不低的 吴锦妍和张天爱 王欣灵组成为了浪姐三 人气最高的团体 三宫和四宫之后的 个人喜爱度榜单中 王欣灵组全员位居前十 并且四宫后加入王欣灵的唐诗意高居第八 节目组在五宫后虽然没有公布人气排名 但王欣灵组的团秀 有满场面 拿到了该轮比赛的第一名 队内六位姐姐的人气排名 应该都不会有太大变动 在这种情况下 王欣灵组有望创造浪姐开播三季以来的记录 那就是冠军候选团内成团人数最多的记录 之前网传浪姐三成团位是九个时 王欣灵组有望六进四 但是如今 节目组官宣本季成团位增至十个 那么王欣灵组就有望六进五 如果笔者猜测为真 在王欣灵 蔡卓妍 钟欣童三人基本锁定成团位的情况下 吴锦妍 张天爱 和唐诗意 将竞争剩下的两个席位 但至于粉丝们呼吁的全员成团 笔者认为不太可能 因为如果王欣灵组全员六人成团的话 那么谭维维组和郑秀妍组的名额 只剩下了四个 郑秀妍组大概率只有郑秀妍和余文文能够成团 但是谭维维组在武功已经提前拿到了两个成团席位 成团也不太可能颗粒无收 最后 第十个成团席位 可能不关乎人气排名 在武功之后的预告片中 节目组官安宣本季成团位增至十个 原话是 根据师姐推荐名单将净得第十个席位 所以说 除了C位归属 以及王欣灵组能成团几人外 第十个成团席位怎么产生 最终会是谁 也是成团业的一大悬念 对于这个悬念 笔者认为第十个成团席位 可能不关乎人气排名 原因有两点 第一 如果第十个成团位还以人气论高低的话 那么节目组完全可以在前四公就设计出相关赛制 第二 节目组特别强调 第十个成团位的人选范围是师姐推荐名单 大概率就是宁静和纳英两人的推荐名单 前两季的其他师姐应该不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 师姐推荐名单可能有两个方向 其一是成团业的17位姐姐中人气较差的几位 通过某种PK方式最终成团 其二是淘汰姐姐中的几位 组成第四支队伍挑战三支冠军候选团 最终有一位能够直接复活并成团 当然了 在以上两种猜测中 彼者认为第一种更合理也更公平 毕竟复活已经淘汰了的姐姐 对于一路冲进成团业的姐姐们不公平 总体来说 尽管浪解三 从一攻开始 个人喜爱度榜单变化就不大 成团名单似乎也在三攻后就已经呼之欲出 但如今看来今年的成团业堪称悬念丛生 唯一可惜的一点就是 录播大概率会提前曝光成团名单 最后抛开粉丝滤镜不谈 你心中的十人成团名单都有谁呢